咱们来说说香港魔警徐步高 徐步高啊 1970年出生在福建少武市 是闽西的客家人 1978年的时候呢 跟他母亲来香港定居 第二年他爹带着他弟弟也一块全来了 他从小说的是客家话 到香港一上学 同学们说的都是广东话 怎么办呢 学吧 但是这母语啊 跟半道学的语言 你还是有很大区别 再加上他来的有没多长时间 所以呢 就有同学笑话他 他渐渐的也不爱跟大家玩了 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 1988年 他中学毕业之后 去做了股票经纪人 让你们都瞧不起我 我要发大财 挣大钱 1988年 他刚十八 有的那玩了一辈子的 八十的都亏到姥姥家去了 你能挣上大钱吗 您说谁会相信一个18岁的股票经纪人呢 没人信不要紧他窜到家里头帮家人炒股果然赔得是稀里哗啦的 这次失败之后须不高的心气也没了 负气出走 跑哪儿去了 上希腊 打工 给人家洗盘子洗碗 待了一年多 回到香港之后 陆陆续续 杂七杂八的事干了几样 1993年的时候啊 他投考警员 还真考上了 不但考上 他毕业的时候 是拿到了银底奖的荣誉毕业 这银底奖啊 是颁发给每届香港警察学院毕业学警当中 各个班级里表现最优秀的学警 每个班就一个人 候选的人必须是整体表现出色 不光是文的 武的也得好 包括补操 射击 体能 工作 实习 那边给你的评价 这些都过关之后 由上级推荐 最后接受面试审核 这样才能拿到这个毕业学警的最高荣誉 徐步高啊 可能真是这块料 当不了股票经纪人 当警察 他是非常合格的 在当时啊 在警察训练学校的靶场 还有模拟银行 抢劫射击训练当中 全都是枪枪命中目标 全都是满分 在2001年到2005年间接受的每年三次射击训练和考试当中 他也是全部48枪命中目标 获得满分 大家伙啊 本来以为他是警戒的明日之星 但是一招进队伍里来发现 他这性格吧 不是那么合群 你看这就跟他上学时候一样 跟同事们搞不好关系 缺乏团队精神 从1996年到2001年这几年前呢 他先后四次报考警长 2000年8月的那回考试 他是68份 咱也不知道满分是多少啊 反正他是当年2000多名考生当中成绩最好的一个 还获得了警队内部刊物 警生的访问 可但是 由于他的资历和指挥官的嘉许部族 始终没有获得晋升 什么叫指挥官嘉许部族啊 就是上级领导对你这人不够肯定 他呀 不光跟同事们搞不好关系 跟上级领导那儿 没事还拍桌子瞪眼睛 顶两句呢 这是警队 上级说的话 那是命令 要无条件执行的 搁别人那儿 把一例证 yes 搁他这儿 眼眉先挑起来了 你这什么意思 不行 我觉得这事不能这么干 这是命令 去你的 扭头走了 他这样的人 要是当了警长 晋升了 那领导以后 怎么领导啊 不光是警队 您就算学校里 启示业单位 什么什么地方 领导要的都是听话的下级 首先得听话 能力搁在后边 听领导的话 他能够实现领导的意图啊 再一个 能够体现这人对领导的尊重 表现出来 他跟领导是一条心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领导有事的时候 或者说有难的时候 你能帮他兜着 帮他圆 你看哪个老总上来 不得把财务副总换成自己的人呢 所以说不管在哪儿 要是想得烟臭啊 就得让领导感觉 你跟他是自己人 说回来 徐步高就不是这样 领导觉着你天天是财傲物 是不是呢 命令都敢不执行 你枪打的再准有什么用呢 让你往东你往西 让你打狗你骂鸡 还是个小警员你就敢这样 要是当了警长 你这不得给我捅大娄子吗 坚决不行 几回下来 徐步高当警长这梦 算是碎了一地 稀了哗啦的都是这儿 他自己也明白了 没戏 得了撤吧 这个梦啊 不做了 他又想干什么呢 2003年的时候 他想考进机场特警队 当特警去了 我这射击成绩没问题呀 在这儿你们都不待见我 我也不能一辈子 庸庸碌碌 就当一个寻街的小警察呀 我上特警队 我的专长在那儿能发挥出来 我这射击成绩 可但是 他当时已经33岁了 跟他一起竞争的都是20多岁的年轻警员 在年龄上 他是完全处于劣势 而且人家那边都是部队刚退役的 或者说警校刚毕业的 身体素质呗吧 再一笔体能啊 更完蛋了 先不说年龄 他上班这么多年就没怎么练 被一同报考特警队的年轻人们 彻底的打败了 以徐步高的性格呀 他是不会做自我检讨的 一连串的打击 他都认为是别人的错 开始出现了一些怪异的行为 2002年到2005年间 他驻守清一分区巡逻小队 曾经一天之内 发出了检控没力告票30张 经书每个月月节呀 他的超牌告票数量 是除他之外整个轻衣警署的总和 有点用权力呀 报复社会那么个感觉了 而且他出现了非常危险的政治倾向 参加什么游行啊 包括在罗湖口岸当众高喊反动口号 咱就不细说了 反正就那么几句 可是大家对这个人的印象 除了觉着他有点怪之外 还不错 同事们觉着你别看他不太合群 但是他是个正义的好警察 在邻居们的眼里呢 他也是个好好先生 一到戒假日 徐步高都会带着家人到酒楼饮茶 酒楼的工作人员说呀 徐步高 徐先生 那是个好丈夫 好儿子 他带家里人来吃饭 都不看价格 什么好吃点什么 家里爱吃什么 他点什么 再加上徐步高的妈妈 经常向别人夸他儿子 他老给我钱 我这不又上欧洲旅行了吗 又上北美旅行了 都是他给我安排的 附近的邻居也说 经常看见他呢 光着膀子 一个人跑步 喜欢锻炼身体 热爱生活 有时候还会带着妻子儿女 到公园里边玩耍 任谁看起来 这都是一个幸福家庭 他是一个好爸爸 好丈夫 好儿子 这些呢 都是不了解他的人 对他的看法 但是徐步高的生前铁哥们 前警员李毅 告诉大家伙 徐步高又嫖又赌 李毅在法庭上出庭作证的时候说 已婚的徐步高 打1999年起 就定期到深圳去嫖娼 什么按摩呀 KTV找小姐 这都是他经常干的事 一礼拜就得去一回 而且他还赌博 下的注都很大 2004年的时候啊 他拿出75000块钱现金 下注亚洲杯足球赛事 我记得好像是中国和日本那一场 赔率大概是1比2.4几 这一把他就赢了20多万 常听小旋风讲案子 大家可能觉得20多万都不是个数了 但是您不能拿他跟张子豪他们比 是不是呢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警员 对于他和他的同事 他的邻居们都搁一块来说 这都属于豪赌了 徐步高一共做下了三起枪案 第一起呢 是2001年 警员梁承恩 2001年3月14号 接到一起噪音投诉 他去泉湾石围角一个楼里查看的时候 被人拔去配枪 连轰五枪 当时只有23岁 根据警方的案件还原 这凶手啊 是躲在防烟门的后边 当梁承恩走过的时候 凶手突然窜出来 梁承恩来不及回头 就被凶手从后边 把脖子紧紧的给勒住了 梁承恩下意识的去摸枪 凶手却把他带倒了 同时呢 迅速的伸到他枪套里 把这枪拔了出来 梁承恩还想挣脱对方的手臂 呼救 这勒着脖子呢 你也叫不出来啊 但是晚了 凶手没给他任何机会 梁承恩的头被一枪打爆 梁承恩一共身中五枪 其中第一枪就已经被爆头了 凶手怕他不死 又补了四枪 当时现场没有留下什么证据 只有一个找不到来源的白色口罩 这口罩上虽然检测出了DNA 但警方还是没有找到凶手 等到案子破了之后 才和徐步高的对比成功 这是第一起案件 时隔大半年之后 还是2001年到12月5号的中午 香港历城广场 发生了一起恒生银行 抢劫杀人案 这一天午饭的时候 泉湾历城花园恒生银行里 顾客并不多 银行职员呢 正在处理客户的业务 中午12点10分 大堂里边有一阵骚动 一个头戴类似飞虎队头套的 这个男人冲进了大堂 大家伙能想起来吧 飞虎队的头套 就是那种一套上 这人就跟那个吃豆小精灵似的 一直护到脖子 只有俩眼睛这儿 开个小窗户 那种针织的头套 这个人冲进来之后 拿枪指着大厅里的人 就喊大街 当时银行啊 有一位保安是巴基斯坦人 请各位原谅我 我实在是念不出这名字来 他这拼法估计跟英文也不一样 你拿英文也拼不出来 就说这巴基斯坦保安吧 拿着现弹枪 也就是喷子 跟这歹徒对质 同时用广东话跟他说 你瞧这 不会一门外语 您都不好找工作 巴基斯坦保安 拿着喷子 对着这歹徒 用广东话说 你干什么 不要乱来 当然人原话说的是 做灭事 无好乱离 这我也不会念 什么都不会 这怎么整 年轻的朋友们 好好学习 别到三十多岁 称我这样 这劫匪呀 一点都不害怕 一步一步往前进逼 保安有大声喊 让他把枪放下 本来嘛 是个对峙状态 大家说好了心照不宣 谁也别先开枪 咱聊两句 看能不能和平解决 但是这劫匪二话不说 砰砰两枪 就打到了巴基斯坦保安的身上 没打中要害 这保安还能动 能动是能动 但就不那么麻利了 这个匪徒快速的绕到这保安身后 把保安摁在地上 对着他的后脑勺 又补了一枪 这甭说了 一下人就凉了 当时在场的人都反映 这个匪徒啊 身手敏捷 好像是受过训练的 但是谁也没想到 这头套底下 竟然是一名香港警察 劫匪最后劫走了四十九万港币 还有一千多美金 警方勘察现场发现 这次银行抢劫案 歹徒所使用的子弹 正是三月份被杀的警察 梁承恩 那支枪里的 在一座弹道分析 没错了 枪也是梁承恩的 在这起抢劫案当中 匪徒穿着一件红色的上衣 右胸前呢 有一个三角形的标志 还穿着一双美金龙球鞋 戴着那是深绿色的头套 系列案件破获之后 警方在徐步高 位于东勇的住所里边 搜查出他二十七盒生活录像带 在录像带里 他就穿着同样的上衣 和运动鞋 再往下调查 这起案件之后 徐步高的户头里 出现了五十五万八千元的 不明款项 港币啊 这个款项 是以现金的方式存入的 存放在他开设的 十九个私人账户里头 而且以他一个张姓朋友 在妙街的住址 作为通讯地址 他没使用他们家的真正地址 这些账户 全都是2001年12月之后开设的 再有呢 就是这个案件发生之后 他有53次离港记录 先后到中国内地35次 到澳门7次 这大家可以想 他上深圳呢 这是他的爱好 澳门那还能干什么呢 这里边也有和他家人到澳洲和加拿大游玩的记录 也有和朋友到新西兰探险和到其他国家旅游的记录 总共耗资二十多万元 警方认为 以他的家庭收支 这是难以负担的 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2001年 这之后消停了小五年的时间 到2006年 幽灵幽现身了 作案地点选择在尖沙嘴科室殿道的行人隧道 这回啊 歹徒选择的对象是巡逻警察 这条隧道是尖沙嘴四条人行隧道里 唯一没装监控的 2006年3月17号凌晨1点12分 巡警险家强和曾国恒两个人巡逻到隧道这儿 拿出签道布 墙上啊 咱看那个老港片 警察巡逻在街边上 打开小盒 拿出个本 在上面签个道 再把这本搁回去 两个人签完道之后 就准备走了 险家强走在前头 正准备上这隧道台阶的时候 凶手从台阶左边靠墙的位置 突然出现了 还戴着假发 戴着咖啡色的塑胶眼镜 险家强没来得及盘问 凶手直接拔出枪 向他开了火 险家强中弹 但是没有倒下 后边的曾国恒一看 马上就掏枪 这凶手来不及对险家强补枪 直接又对曾国恒碰碰碰碰 开了几枪 曾国恒中枪倒地了 利用这个空档 非常坚强啊 险家强挣扎着拔出枪来反击 但是这中弹了疼啊 疼得直哆嗦 手下没准了 虽然说他没打到这个匪徒 但是把他手里的枪给打掉了 险家强还想继续开枪 但是这凶手非常敏捷地窜过来 抓住了他的手 两个人顿时啊 就拧到一块了 扭着在地上滚着打 匪徒想要把这枪管掰过来 指向险家强把他打死 您看那个电影里好像都是这场景 一个人拿着枪 另一个人抓着他的手 蒙国掰着枪管 就在这么个时候 可能是老天爷都不答应了 要害中枪的曾国恒 本来已经倒地 眼都闭上了 谁都觉着他死了 可这时候 他突然睁开了眼睛 慢慢的爬了过来 拔出手枪 对着匪徒 碰碰碰碰碰碰 连开五枪 把他当场击毙 但是非常遗憾 这是曾国恒最后的一口气 打死凶犯之后 他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而险家强非常幸运地活了下来 之后的事情就简单了 拿掉假发拿掉眼镜一看 这人是谁呀 还用说吗 到这儿 六年三起命案终于解开了 那起抢劫案很好理解 是谋财害命 但另外两起 大家实在是想不明白啊 你这是为什么呀 他们是你的同事啊 而且你们都不认识啊 对这个疑问啊 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别调查主任 犯罪心理学国际权威 威迈克纳马拉 威迈克纳马拉先生 给出了自己的分析 他认为 徐步高非常有可能患有分裂性人格障碍 这毛病 九项人格障碍特征当中 徐步高占了七项 这种障碍啊 只会在全球百分之三的人身上出现 还不见得有这么多特征同时出现 可以说比较罕见 在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找不到杀害警员同事 企图抢枪的案件 凶手啊 是为了把幻想付出行动 不论有多危险 只要刺激就行 只要暴力就行 在两起枪杀警员的案件当中 看不到有金钱的诱惑 凶手呢 利用自己对警队的认识 精心策划暴力罪行 他选择两个警区的交界地点犯案 他选择的是地点 而不是受害人 也就是说 谁在他选定的地点出现 他就杀谁 2007年2月25号 法院裁定 徐步高非法杀害警员梁承恩 曾国恒 以及巴基斯坦籍银行警卫 并令警员险加强受伤 他本人是被合法射杀 北京某房地产公司经理刘成 神秘失踪 十天之后 警方发现其与小情人 惨死在租房处 其其哈尔市 以幼儿园某小阿姨踪影接吾 家人多方查找 中午下落 沉默未尽时 以牧羊人在江东发现一具半裸女尸 警方认定是一起抢奸 抢劫杀人案 破案中 黑龙江省赫城警方拨开层层迷雾 终于使两地三岸成一线 挖出一个 即抢奸 抢劫杀人于一体的 由三男二女组成的特大犯罪团伙 欢迎收听由刘大明白为您讲述的中国大案计时之 牛羽红118特大杀人 抢劫强奸案 今秋十月呀 首都北京呢 正是花团锦簇 游人如知的世界 云集北京的中外游客 在亲历了古朴苍进的故宫 登上气势磅礴的万里长城之后 一定要去香山 看一眼那醉人的红艳 去风光秀丽 景色宜人的 北海划船荡舟 1998年10月17日 北海公园内 一夜扁舟载着一对男女 在绿盈盈的湖面上 轻轻的荡漾 男的47、8岁的年纪 一副中年得志 事业有成的 持重的模样 女孩20岁左右 活泼开朗 小生仿佛银铃一般美妙 小鸟一人般 依偎在中年男人的怀抱之中 看样子呀 这是一对典型的老夫少妻式的情人 现在这对情人 已经陶醉在北海 秀美的风光里 任时光匆匆飞逝 直至黄昏 阳 天快黑了 我们上岸去 我请你到北海 最好的大排档 缩一顿 再回去休息 好吗 中年男人声音 柔柔的 轻轻的推开 年轻漂亮的女孩 又将双唇 贴在女孩的脸上 成 我听你的 我们把船 荡回去吧 我要回家 女孩的声音 温柔如秋水 静静的吹向 中年男人的耳畔 两个人紧紧的拥抱了一会儿之后 小船轻轻的 向岸边移去 晚上八点多 中年男人挽着女孩 走进了京城 龙福大厦后面的 一幢宿舍楼房里 这是中年男人 为女孩特别租下的 鸳鸯寓所 专供两个人在这里玩乐 宽衣解态之后 两个人很快的 陶醉在云雨之欢之中 咚咚咚 这个时候 突然有人敲门 已经这么晚了 怎么会有人敲门呢 女孩自言自语的 从暖被窝里 爬了下来 披上睡衣 来到门口问道 谁呀 这么晚了 还来敲门 我是歌厅的 领班 老板叫你去 有急事 请把门打开 门外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歌厅出什么事了 我这个当领班的 是该去一趟 女孩自言自语 随后就打开了门 别出声 到卫生间里去 出声就争死你 门 刚被打开了一条缝 门外的两男一女 就拼命的 夺门而入 一个男的 拿着闪着 寒光的刀 将女孩 逼到了卫生间 另外一对男女 直奔礼间 中年男人的住房 妈的 好漂亮 那牛啊 杀死了 怪可惜的 让我先尝尝 逼着女孩男人 让女孩脱掉睡衣 残暴的 强奸了女孩 随后 就是几刀捅了下去 女孩就这样 残死在卫生间里 与此同时 中年男人 还没有来得及 穿上衣服 就被乱刀 刺死在床上 随后 就是一阵完全彻底的洗劫 这对男女的两部手机 女孩的一条 价值四万多元的 白金项链 中年男人的一块 价值两万多元的 欧米加金表 以及他们的身份证 存有一百多万元 现金的龙卡 驾驶证等 全部被截走 刘成经理 好几天都没上班了 公司 有很多事务 都需要他处理 这人到哪里去了 1998年10月24号 北京 某房地产公司的员工们 议论纷纷 因为几天 没有见到 刘成经理的影子了 本公司 办业务的人员 也未找不到刘成 而苦恼 此事 很快就传到了 刘成的家里 刘成的家人 也慌了手脚 愿意为刘成公司 业务忙 没空回家 现在看来 刘成真的失踪了 是被劫 被杀 还是携款而逃 猜测 怀疑的阴云 笼罩着公司 职员们 和刘成的亲属 万般无奈 年遇古稀的刘父 只好来到北京市 东城区公安分局 请公安民警 帮助查找 失踪的儿子 十天之后 东城公安分局的 民警们发现 刘成 与小情人 被杀死在 出租房屋之内 这起特大杀人 强奸 抢劫案 被列为 1998年 北京 十起 特大案件之一 东城警方 开始了 全力以赴的侦破 协查通报 变发全国 今年42岁的阿兰 是齐齐哈尔市 富拉尔基区 某重型工厂 幼儿园的老师 别看他 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 仍不失 中年妇女的风韵 年轻漂亮 虽然已经不属于 他这样的人了 可是他每天 涂脂抹粉 做美容 硬是把自己 往178岁上打扮 为此 幼儿园的人都戏称他 叫小阿姨 别看小阿姨 在幼儿园 挣得工资不高 可是 他却经常出入 夜总会酒吧 穿金带银的 俨然 一个富婆 这就叫做 小金 不撒尿 各有各的道 小阿姨之所以 成为富婆 就是因为 他有第二职业 白天 照常在单位上班 晚上 打扮一番到夜总会 当陪酒女郎 活得很是浪漫潇洒 而且有时候 还棒一个小帅哥 1999年元旦过后 不久 小阿姨突然失踪了 幼儿园里几天 都见不到他的人影 单位领导开始 还向别人打听过 他的下落 有人说 他跟一个男的走了 领导也就没有再追问 小阿姨是个离婚的女人 独自一人 没有家人的牵挂 为此 她的失踪 就不那么 引人注目 总之 小阿姨在元旦过后 在弗拉尔基区 就消失了 齐齐哈尔市 有名鹤城 因国家级 丹顶鹤自然保护区 扎龙 坐落在这里 而得名 这里的弗拉尔基区 位于嫩江西岸 曾经是全国有名的 重工业的基地 几年来 由于国有大众经济业改革 进入了攻坚阶段 这里的经济形势 也不容乐观 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也随之增多 可是这里 却有一支 善大硬仗的公安队伍 在维护辖区 社会治安 打击犯罪 保卫人民群众利益等方面 赢得了群众的赞誉 跨入了全国 优秀公安局的行列 这一天 那是1999年1月18号 早晨5点40分 少有的迷雾 笼罩在嫩江两岸 一粗粗好看的雾松 成为了这里的一道 独特的风景 沉雾之中 一个牧羊老人 赶着羊群 在江东沙土上的树丛中 缓缓的前行 老人一边 哼着牧羊曲 一边欣赏着眼前的风景 似乎早就已经忘却了 初春寒冷的侵袭 当他心情愉快的 走到一堆树丛旁边的时候 脚下 好像办到了什么 顶下头 顶经一看 是一句光着下身的 白黄黄的女尸 再看周围 一片片斑驳的血迹 不好 这女人 是被杀的呀 老人冷静一想 急忙 赶上了羊群 匆匆的 向江岸上 走了过去 接到江东 发现女尸的消息 已经是早晨七点钟了 这个时候啊 富拉尔基公安分局 副局长白晓明 因为昨天工作到深夜 而起床 稍迟了一些 刚刚起床 110就将一个 牧羊老人的报警电话 接转给了他 又是一举凶杀案 早餐是吃不成了 白晓明这样想着时 已经拨通了 孙景凯局长的电话 向他汇报的情况 随起 他从局长室 来到了进阁 几米之隔的刑警队 为了指导破案方便 他把自己的副局长办公室 与刑警队定位在一个楼层上 白晓明清晨来访 刑警大队负责人 林春傅 已经明白了几分 这两位昔日的队长 与教导员在一起 磨爬滚打了好几年 在对付凶残狡猾的犯罪分子上 已经是心有灵犀了 江东发现半裸女尸 孙剧长只是立即出现场 让技术组与重案组 共同出警 白晓明的话语简洁 林傅春立即部署 十几分钟之后 四辆警车在陈武之中 悄然出城 驶向了江东 与此同时 接到报案的市局刑警支队 也派刑侦人员赶往 富拉尔吉区江东 女尸的现场 此时沉默还没有散去 天气却变得愈加寒冷 这恶劣的环境 吓不住这些酒精沙场 意志坚强的刑侦高手 现场勘察 是井然有序的 侦察员们在现场 仔细寻找任何 可供破案的蛛丝马迹 尸体裸露下身 身上有几处刀伤 地上有明显的血迹 尸体仰卧在一堆树丛之中 是在距离树丛十米处 杀死时候遗失的 死者的鞋 腰带 内裤等物品散落在沙地上 并且留下明显的脱尸痕 现场有除死者之外的 几个不同的脚印 死者的颈部有勒痕 阴道内有经验 是死后兼尸 十几名刑侦技术人员 经过一个小时的初步勘察 已经确定此案 是一起强奸杀人案 作案人至少在两个人以上 死者被害时间不超过24小时 这些常理性的预见与推测 是侦破每一期案件时都必不可少的 因为只有拿出对案件的冲步定性 结论才有利于下一步工作的开展 上午9点20分 弗拉尔基公安分局会议室 分局局长孙景海 正在与现场回来的白晓明副局长 以及刑警队侦察员们研究案情 部署下一步工作 这位从基层民警成长起来的分局长 有着丰富的侦察工作经验 更有着驾驭全局的能力 正是他带领分局 跃入全国优秀公安局的行列 他本人也被评为全国特级 优秀的人民警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一集再见 听了大家的情况汇报 完全可以断定 这是一起杀人枪奸案件 我们就把此案定为118案件 成立专案组 由刑警队组织攻坚 务必拿下此案 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话语虽然简短 却为侦察员们鼓舞了士气 致命了方向 案件侦破工作 随之进入了实质性的攻坚阶段 而这副不轻的重弹 又落到了以探长 侯赵洪领导的重案组的肩上 作为一名刑警 31岁的侯赵洪 兼勇猛 果敢 与机智聪明于一身 几年之中 很多重特大案件 都被他的探组侦破 被死 他称为林富春的得力助手 侦察员赵亚杰 是曾经省人民警察学校的高材生 一个温柔漂亮的女性 两年前呢 他却从户籍内勤的岗位上 主动请战 成为全市 唯一的一名 女刑事侦察员 他说他的性格 就是能面对挑战 在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上 与犯罪嫌疑人刀枪相剑 最后斩敌与马下 这就是金国不让须眉的他 查明被害人的真实身份 在围绕其接触的关系 开展工作 这是解开此案谜团的当务之急 也是破案的必须程序 广播电视上播发认识启示 专案组的工作人员 也有步骤的深入到居民区走访 大海捞针般的 苦苦差了三天 终于有人认出民警手中照片上的人 就是他的妹妹小梅 小梅 女27岁 婚后离异 富拉尔基区自来水公司收费员 离婚之后 曾到歌舞厅当陪舞小姐 1月17号晚上 陪来自北京的几个客人 出去吃饭之后 再也没有回家 经过其家人辩认 江东的女师正是小梅无疑 小梅被何人所害 北京客人是谁 是屠材害命 还是未卿所杀 专案组在查明小梅的身份之后 结合已掌握了线索 决定围绕上述问题 展开侦查 迅速查明富拉尔基区近日内 是否来过北京人 是侦破此案的关键 这一点 专案组的侦查精英们 达成一致共识 林春复与白燕生 侯赵宏 赵雅杰 还有重案组的其他侦查人员 分头行动了 大小旅店和可能 容留外地人的场所 都过了一遍筛子 基本可以确认 在1月17号以前 没有什么北京客人 在富区落过脚 那么 这个神秘的北京客人 会是谁呢 会不会是本地人 冒充北京人呢 细腻的赵雅杰 一句话提醒了大家 再做做小梅家人的工作 看看他们能否回忆起来 当晚谁找过小梅 果然 小梅的家人 又提供出了新的线索 17号晚上下班之后 有一个叫小玲的女人 给小梅打电话 称其爱人 来了几个北京客户 让小梅陪着晚上吃饭 小玲是谁呢 小玲是副区某厂的工人 其爱人叫王景润 其夏尔东众集团 衣车间的工人 据小玲讲 17号晚上 其爱人王景润 让他帮忙 找曾经做过陪伍小姐的小梅 说北京来了几个客人 让小梅陪着吃饭 小梅给小梅打完电话之后 联系好了 就回娘家了 第二天 他回到家中 却不见了丈夫王景润的踪扬 直到现在 王景润也没有回过家 王景润与北京客人迅速连成一线 转组将王景润列为重要嫌疑人 一方面组织警力 秘密调查追捕 另一方面 主要围绕与王景润接触密切的人展开了工作 1月22号 转组成员在围绕王景润调查时 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1月17号晚上 王景润和一个自称是北京来的青年人 在一个服装店向外打过电话 那个自称是北京人的青年人 看样子就是本地人 说话没有一点北京的口音 这条线索 为解开北京客人之谜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看来 这个所谓的北京客人 就是王景润设下的圈套 依此诱骗小梅上当 那么 这个冒充北京客人的人 又是谁呢 王景润的战友 兼同场的工人 王黎心 被纳入了警方的视线 经查 王黎心23岁 东仲集团一车间的工人 与王景润是哥们兄弟 整天吃吃喝喝的在一起 而且经常同吃同住 咒服夜出 来往的关系很不正常 同时可以证实 17号当天 与王景润 在那家服装店 打电话的北京客人 就是王黎心 所冒充的 立即拘捕 王黎心 1月22号夜 专案组 在综合各方面情况 以及几天来 对重点案件的 嫌疑人的审查情况 决定将王黎心 作为重点嫌疑对象 趁其不备 连夜抓捕 并对其住处突击搜查 此夜时分 林春复率领侯赵红探组的侦察员们 以迅雷不计掩耳之势 出其不意的 将躲在其亲属家的王黎心 在睡梦之中 Respons 更让侦察员们感到欣喜的是 在王黎心的亲属家 搜出了许多金戒指 项链 皮夹壳等物证 其中就有118案 死者小煤被截掠的重要物证 这表明118案件 告破在即 几天几夜的艰苦工作 一下子就被这意外的收获 带来的兴奋所取代了 连夜突沈王黎新 快速突破这起案件 从局长孙兴海 副局长白晓明 到专案组的每一名参战的干警 都像服了一剂兴奋剂 审讯的艰苦是可以想象的 对于曾当过兵 有一定反而审讯经验的对手来说 我们的审讯人员 无非是多动一点脑筋 费点口舌 加之确凿的物证 无情的驳斥了王黎新的谎言 他赋予顽抗了几个小时之后 终于全线崩溃 交代了1月17号晚 伙同王景润 王赞 张岩等人冒充北京客人 骗取小梅信任之后 杀死小梅 兼施劫裁的罪行 北京客人 终于露出了恶狼的本来面目 1月23号 包有侥幸心理的王赞宇 张岩 这对罪恶招招的男女 在家中被勤货 同时在他家中 搜出了手机 臂笔机 项链 戒指 羊绒大衣 以及北京某房地产公司经理 刘成的驾驶证 身份证等物品 更为可恨的是 张岩被捕获时 脖子上戴着的 正是小梅子被抢走的白金项链 这么多东西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驾驶证是怎么回事呢 这伙人一定还有重案在身 审讯在这些疑问之中展开了 王赞开始狡猾抵赖者 拒不交代 倒是张岩顶不住了 在证据面前 这个女人开始对自己的杀人行为 感到忏悔 还留下了几滴鳄鱼的眼泪 1月16号 王景润找到我和王赞 说他妻子小玲 有个女朋友 叫做小梅 白天在自来水公司收费 晚上做陪伍小姐 挣了很多钱 准备整他抢点钱 我们就同意了 17号那天 王景润又找来王黎心 让王黎心扮成是北京来的客人 又让他的妻子小玲 约他的女友小梅 就说让小梅 陪北京来的客人吃饭 晚上6点多 我和王赞 在我家里的烧烤店等着 王景润与王黎心 给小梅打穿呼 小梅不到十分钟 就打车来了 小梅到后 我们说王黎心 是北京来的客人 让他陪吃饭 饭后 我们按事先约好的路线 让他和我们一起 去江东 江面上滚兵 说滚兵 能去百病 没想到 他真的跟我们去了 到了江东之后 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 王黎心 趁着小梅在一个树葱旁 撅树枝的时候 用事先准备好的尼龙绳 将小梅勒昏 不一会儿 他就昏死过去了 这个时候 王赞 王景润过来 抢小梅的衣服 以及金银首饰 皮夹克 BB机等 王黎心 又扒下了小梅的内裤 强见了小梅 随后 他们用砍黄刀 照小梅猛刺了几刀 确认小梅已经死后 我们一起撤离了江东 就这一起案件吗 审讯人员紧紧追问 就这一次 真的就这一次 张言回话时 眼睛不敢面对着审讯人员 头望一直搭了着 语言也是那样的软弱无力 这个身份证是哪里来的 怎么回事 赶快说清楚 我们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 抗拒是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审讯女嫌疑人呢 赵雅杰倒有了几分男子汉的威严 我说出来 你们会从轻处理我吗 张言试探着发问 你不用说 我们都知道你们干了些什么 现在让你主动谈 是让你争取个好态度 如果态度好 我们会从轻处理你的 白小名副局长对其小致以礼 我说 北京那起案子是我们干的 那是去年十月份 我和王立新 王赞三个人一块去北京玩 当时我们找到王立新的一个朋友 是北京某歌厅当三陪小姐的牛宇红 有一天 王立新跟牛宇红说 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有钱人 我们干他一下子 结个百八十万的也够本了 牛宇红说 可以 我们歌厅领班的小姐 马影放了一个大块 是北京搞房地产的 很有钱 要不咱就整他们行不行 王立新一听高兴了 当即决定让牛宇红做内应 打听到马影和他棒的大块 留成了注尺 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去抢劫 牛宇红很痛快的答应了 并说要干就别留活口 否则怕给他以后在北京带来麻烦 就这样 我们在牛宇红的配合下 于17号的晚上 杀死了刘成和马影 抢走了他们的大批财物之后 回到了骑士 张言的供述 是震惊北京的刘成被杀案 水落石出 其实 神讯前 刑警们已经从现有的物证当中 确认了去年10月发生在首都北京的 那起特大的凶杀案 与此同时 王赞与王立新 也在向审讯人员交代着 他们作恶多端 杀人劫财的滔天罪恶 中级场幼儿园小阿姨阿兰的失踪之谜 也随之解开 1月8日 小阿姨阿兰陪着他的小帅哥 王立新跳完舞之后 回到他的住处 就急急忙忙的与王立新上床睡觉 可是此时的小阿姨做梦也想不到 他棒的小帅哥是个杀人犯 而此时的王立新已经玩够了他 正准备杀掉他 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4点钟 王立新见小阿姨还沉浸在幸福之中 便穿好了衣服 从兜里面翻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绳索 照着小阿姨的脖子上套了过去 可怜小阿姨就这样被早已灭绝人性的王立新 活活的给勒死 死后王立新还不罢休 他又伪造了一个抢劫杀人现场 把小阿姨的两枚戒指 一条金项链 一件皮夹克 一条皮裙掠走 听完王立新杀死小阿姨的供述 专案指挥部 很快派贞纪人员赶到小阿姨的租房处 至此遇害失踪 达十四天之久的小阿姨阿兰 才得以重见天日 已经高度腐败的尸体 似乎在向世人控诉着魔鬼王立新的罪恶之举 经审讯查明 以王立新 王赞 张岩 王景润 牛宇洪等人 勾结组成的 即 抢劫 盗窃 强奸 杀人于一体的特大团伙 自去年年初以来 先后在北京 哈尔滨 奇迹哈尔的 龙江县 富拉尔级区 辽宁省的沈阳大连等地盗窃 抢劫作案二十余起 抢劫 抢劫 杀人 作案三起 成为近年来 奇迹哈尔市警方破获的一起 规模特大的犯罪团伙 其团伙成员 劫掠了财物 达近百万元 其中 龙江县一个古玩收藏家庭被盗的 两件国家一级 二级文物 清代 御用鼻烟壶 和官员头上的 顶带花领馆 就价值三十余万元 1999年2月1日 北京 在东城区警方全力配合下 以林春复为首的 富拉尔基分局 118案件 专案组 追捕小分队 飞敌北京 在某歌舞厅 将化名为林毅的 牛宇洪 抓获归案 2月2号 杀人犯罪嫌疑人 牛宇洪 被押解回 富拉尔基区 至此 118案件 由此破获的 暗中案 被神勇的 赫城警方 画上一个 近乎圆满的句号 2月22日 黑龙江省公安厅 为齐齐哈尔市公安局 以及富拉尔基分局 118案件专案组 发贺电 感谢神警们 为北京破获了特大案件 同时挖出了一个 特大杀人 强劫 强奸团伙